记者沈佩聊台北报道,台北农产公司总经理吴殷宁争议不断,近日又被国民党议员爆出以业务推广费,购买60瓶洋酒送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党庆,吴殷宁,被农事后皆否认有此事,但随即又传出市长柯文哲在私下表示,如果外界一直打吴殷宁,他就可以抢到泛兰的选票。 对此,柯文哲今早受访还特地强调要完整说明,指他在内部会议的原话是说,无阴影的问题不解决,民进党会一直流血,这实在很困扰。 柯文哲上午出席市长奖颁奖典礼前受访时表示,北农董事会23期中,北市府占5席,整个北农人士其实是农委会主导,身兼动作的副市长陈景军等于事量在那里而已。 柯文哲坦言,如果跟农会系统合作,会怕别人给我们家罪名,说是跟国民党就实力合作,跟黑豹合作。 所以市府也很无奈,只能要求市长处该监督就监督,该管理就管理,北市府也派顾问进去协助。 有了市场处监督和顾问看住,应该情况会好一些,媒体追问,所以柯也认为吴殷宁是问题。 柯则说,并不是说吴殷宁道德品行有问题,坦白讲,农产公司高度复杂,牵涉到全国,那个位置不好坐,等于各方势力角逐。 所以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就很容易变成误闯丛林的小白兔,是否对市府在董事会没有主导权感到不满。 柯表示,没办法,政治是讲究实力原则,台湾是法治国家,董事会股权有几个,董事能派几个,虽然可合纵连横,但北市府也没办法跟农会系统合作,否则会被批根黑道。 国民党就实力合作,以前就发生过一次,现在投鼠忌器,不能多做什么。 外传有北农人士透露,吴殷宁是柯文哲和国民党的政治替款机,柯对慈禁说,有些是常常看起来怪怪的,但也没办法有效解决,所以外面很多是北市府也没办法主导,只好做好自己能控制的事, 但是,国民党称吴殷宁若赖入不走,该党的票可以更多,是否对柯来说是隐忧。 柯文哲认为这应该是农委会要去思考如何解决,对他的选情多少会影响,但人活在世界上也不是每件事情都能解决。